這裡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今天我們要去香港最南邊的島嶼 葡萄島 去葡萄島的方法有兩個 一個是在赤柱搭船去 或者是在香港仔搭船 但是假日 香港仔的班次 只得早上8點15分 而去赤柱的話 班次就會比較密 可以看一看船期表 就決定你要在哪裡出發 我們因為不想太早起床 所以就決定在赤柱搭船去 如果在香港仔搭船的話 就要一個小時才去到葡萄島 而如果在赤柱搭船 大概30分鐘就去到 船程只需要一半的時間 因為去赤柱就比較難泊車 所以我們就決定 今次不開車 Cogogovan出發 很快我們到了赤柱 北宮碼頭 這裡就沒有一個櫃位買船票 這裡就是排隊直接 跟船家買船票 狗仔的話 就去到他會按照他的size 而來定多少錢 雖然赤柱比香港仔多船 但是呢 假日的早上其實都只有兩班 所以記得 預早一個小時來排隊 因為現在呢 去葡萄島的人越來越多 狗仔20元一隻 哇 好多人啊 一落船就有間餐廳了 這個就是網上介紹的紫菜餐蛋麵了 因為假期呢 今天加多了很多班船 看到葡萄島的島之後呢 左邊有條路 右邊呢 士多這裡有條路的 那走兩條路呢 都可以回來 只是還不到一圈 所以左右都可以 在葡萄島都有個小沙灘 這裡有一間名義記 我先走家 近碼頭位置 四處都可以看到餐廳 來到這個分岔位 就可以走左邊的天候廟 或者去右邊 第三段 此段較崎嶇 差不多兩個小時的山路 應該是走這裡了 這段路呢 就 沒有那麼平 但是 都 OK的 快點 哇 好厲害啊 Coffy 好 要抱著他們走 這些路真的比較崎嶇 這段路 危險些 有些欄杆可以扶住的 被想像中蘭走 但是呢 風景絕對值得 我們要繼續上 繼續上去那裡 加油 剛才上來的路呢 都幾驚險的 在那邊 跌下去的那位呢 有很多這些 扶住的欄杆呢 是 凌空了 即是不能扶的 所以 帶狗仔來走呢 要三思 要很小心啊 走這條路 那如果你不走這邊呢 其實可以在碼頭那個位呢 走另外那邊去登塔 就不用繞這裡繞個大圈 才到登塔 我們現在不上不下 所以都要繼續向上的了 一定要穿 行山鞋 如果不是很危險的 就是這些椅子呢 懂得動的 快點小心啊 沿路呢 都會有這些路牌的 雖然這條路辛苦 但是我們說過的 就算他們老了 背著他們 抱他們 都要帶他們四處去 所以現在 當是鍛鍊吧 大少爺 Taddy來了 放遠遠了 哇 你也爽了 Taddy 好漂亮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天賴海角的感覺 這裡是 現在向著燈塔 盡快 這個地方呢 左右兩邊都是海 好像澳洲那邊 很漂亮的海岸線 很漂亮啊 這一個地方 好いい啊 很漂亮喔 加油 Kofi Kofi 哇 這個位置很大 加油啊 終於到燈塔了 燈塔126 這個就是佛手岩 哇 家裡的路很漫長 應該要一個小時 所以說不到四點半班船回車處 唯有搭最後一班六點鐘去香港仔 又或者看他今天會不會加開回程回赤柱的班次 僵遲了三十個小時 Taddy Taddy 我們回家好不好 回家 哇 碼頭排長龍 他今天應該會有加開船 因為他加開了船過來 都要接人走 回到尺柱 還可以跟他們走走才回家 哈哈 謝謝你收看我們這段影片 看完呢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段影片 拜拜 拜拜